字幕 李宗盛 步伐變得滿山 漸漸的需要人搀扶 當記憶體滿的時候 也許忘了才剛下車 也許忘了為什麼坐在這兒 更忘了該怎麼開口 這個女孩子有漂亮嗎 有漂亮嗎 有 有啊 有比你更漂亮嗎 沒有啊 罹患失智症變得越來越安靜 過去他們幫孩子簽聯絡簿 現在是孩子幫他們簽 時間在這群老寶貝身上 彷彿是停格了 互動可能有回應 也可能換來一臉茫然 可能講108年 他們會講說 怎麼可能 我記得是民國78年 那可見他的記憶可能是停留在 民國78年的時候 後面的是空白的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縣市導向 可以去就是加強 強化他們的認知的部分 透過復健 盡量延緩病程 來自國外 白永恩和一群神父打造的原地 今年為了宜蘭地區的失智老人 創立了日照中心 每天專車接送 還有專業社工帶領座團康 就希望老人家多點活力 也多點快樂指數 很多人還是會有一個迷思 會認為說 我的爸爸媽媽如果去到中心這邊的話 會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是不孝的 甚至長輩 他們也會想說 我就在家裡就好 有什麼要把我送去 所以我們後來就說 這裡其實是一個學校 音樂帶動 阿公阿嬤面部多了表情 常欣阿公 常年照顧失智的老伴 如今八十七歲 體力大不如前 再也無法復刻 才想著把阿嬤阿嬤送來日照中心 這阿嬤 我自己一個人而已 要看到這裡 之後就是小孩看回來 忘記記憶的病 照顧歷程 漫長而艱辛 有些家庭因此面臨情感撕裂 由了這群日照天使 路長情更長 照顧路上不再孤單 謝謝大家